老闆 别着急嘛 我这员工还不是想着 上年作业行太辛苦了吗 我劝老闆呢 还是赶紧去机场吧 万一误机了 预算可就浪费了 咱们公司不是得 我劝老闆呢 我劝老闆呢 还是赶紧去机场吧 开 圆 解 刘 帮 你 行啊 回去再说 老闆不送 来 还没到时间 这次又是谁 古城 齐文 我是谁 怎么会有我的方卡 李先生 你好 你的手受伤了 难道又是因为在我们酒店 我不是在贵酒店受了伤 那就好 那就好 不是那个意思 若是让你受到伤害 那我们真的就犯下了 无法弥补的错误 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 林先生 突然开什么玩笑 我以前是不是 经常住在你们这儿 当然 我是VIP的负责人 毛瑞儿 你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 那 那也没关系 林先生 林先生 我还是想问 此次为什么要规范房间 不不不 没有别的意思啊 只是担心 是不是因为房间 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反馈 闭店一定会改进 我换房间了 我之前不是跟李先生住一起来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先回去 谢谢 好 林先生摔伤了 怎么是他 屋里没人 你的消息是不是会有误啊 他们不会是已经走了吧 不可能 酒店系统里 没有他们的退房记录 好 林总 林总 您在吗 林总 林总 你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能在这儿呢 你真不找人了 大哥 我错了 放了我吧 我的腿 我 我都按你说的错了 我不找人了 我不找您走了 没事 时间到了 你必须离开那一层 该不会是 是你给我发的消息吧 你干什么你 林超明的助手怎么跟杀手人生 你不想 你应该不介意我看一下监控录像 并且 拷贝一份吧 他们还没有放过林超明的 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 人哪儿去了 好 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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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自己的 她 但我看你 你穿着 这屋子 就在这儿 你和她的 一家人 得了 她的 不然还不知道得怎么数落我 终于回来了 余总 您找我 我刚收到你的邮件 这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有审计来我们公司 余总没跟你商量过 这还没有到半年核算 审计来做什么 说吧 不说我怎么配合工作呢 对了 这一次来的是哪家公司 是丽荣 丽荣资本 他们是来做禁调的 是丽荣资本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好 我先走 禁调之后就是收购 顾着这个王八蛋 居然背着我们小外公司 奇心可重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电话已关机 老李怎么回事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电话已关机 还敢关机 您的订阅电话已关机 喂 欣怡 你这会儿空吗 猜猜我是谁 我不用猜都知道你是谁 来了 给我点的 说吧 这么急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别怕 之前太忙 也没有问你什么时候进了丽荣 差不多有一年半了 怎么了 听说李静凡想投恒星 我听业务散布的同事说 这件事已经在开始禁调了 您好 您两位得看看 谢谢 我们评估中心觉得吧 恒星够优秀 丽荣呢 也有实力 合作其实是好事一桩 要我觉得 可能也不用太担心 他说到底还是妇女啊 有什么接不开 所以你们觉得 有李静凡这么一个爹 还挺好的是吧 能差到哪儿去啊 你也劝劝李浅 咱们几个毕业到现在啊 就他还兢兢业业地 给人家做秘书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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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